好厲害 Hello 大家好 我是Carrie 溫哥華的地產經紀 今天和大家分享開台以來最高的單位 我們現在的地理位置就是身處Brandwood 也是我們上了一個剛剛交樓 差不多一個多星期前交樓的一個單位 它的樓高是54層 所以我們好像拍過最高的都沒有去到50多 四十多樓 香港可能比較閒 但溫哥華這邊也很少 通常是比較新近幾年的樓才會去到這麼高 我們這個屋苑的名字叫做Concord Brandwood 跟我們去年拍的Concord Brandwood是不同的 因為那時候是拍西邊的兩座 Hillside West 我們現在是Hillside East的兩座 現在這座的門牌號碼是4880 Lowheat 它是Tower3或TowerC 它是最高的座 整個屋苑四座 暫時四座裡面最高的 我們也是一個向南的單位 我們這個向南的單位 可以看到很多東西 我們剛剛和機制已經看了一陣 向正西的方向看過去 那邊是正西 已經可以看到溫哥華島那邊的山景 有少少海 Water View 不過很遠這個 如果天氣好一點 清一點就會好一點 我們直接是Oakridge 可以看到 然後慢慢到南邊 這個就是溫哥華 溫東那邊的Wall Center 然後前面那堆密集式的樓 就是Metro Town 已經起到了 看到那裡起了很多高樓的位置 很多天性 其實那裡就是Central Park附近 Patterson的那個站 之前我們介紹的Soul House Green House 就是在之前那些Parla 那些Central Parkhouse 全部都是那個area Metro Town 然後這邊過到來 一路向東邊 一路向東邊 就已經是說到 High Gate King Crossing South Gate City那邊 那個橋就是過去Suri那邊 是不是 哪裡 太遠了 看不到 然後這邊 那裡是Suri那邊 中間那裡很厲害 那個烏雲 等等 說得太快了 是嗎 如果天氣好 這個位置 大家還會看到很漂亮的Mount Baker雪山 今天就看不到 那邊是橋 那邊已經是Portman橋 這邊那些樓 就是Burnaby 和Coquilum的交界 就是North Road 那邊 藍一點的高樓 就是City of Low Heat 北邊的座 那些是Burkulum Smith & Farrell 那些樓都在那邊 然後再過來這邊正東 簡直是看到SFU Mountain 那我們的樓層超級高 所以看到很多東西 那說完遠景之後 說近景 因為我們的高度 所以我們其實高於隔離 本身應該擋了我們風景那一座 這個是Tower D 它是490 Low Heat 同一個屋苑的最後一座 但其實都交了樓 今次Concord這個發展商都很誇張 兩座建築 八百個單位 基本上是一次過在兩三個星期內 即是大量單位是closing 所以前上個星期來都逼爆了 也形成了一件很誇張的就是 基本上在Carrie有限的地產經濟生涯中 未試過看到兩座屋苑 同時之間有差不多一百個單位放租 我們都有一堆單位放租 還有都有一堆單位 差不多三四十個一房兩房的單位放賣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其中一個參與了這場出售戰的單位 不過我們有我們的特色 我們是一房一書房 然後有車位的單位 而且我們現在基本上是所有一房單位 而不是我們最高的一層 我們是54樓 上面是Pan House 這兩層為之一個單位 所以我們現在是大家現行可以買到一房單位最高的 最高有什麼好處呢 除了景觀看得遠一點之外 就是我們也不會被將來的建築影響到 因為我們現在一直看下去 嘩 有點害怕 我不敢看 你不敢看 你覺得近一點 大家敢不敢看 我都幾恐怖 我不是很畏高 大家看到下面的這個工地 其實就是之前Carrie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次的Oasis Concord Oasis項目 也是整個Concord Brandwood的下一期 Estatement completion是2027年左右 現在已經開始挖緊 它會有三個建築 Oasis West就是近這邊 Oasis East和Oasis North 三個建築 現在發售的是兩座 West和East 接下來今年會發售North 然後他們這三座建築 West的樓高 West的樓高就是49層 加上Panthouse可能50層 East就是44層 加上Panthouse45層 所以去到我們54樓 你基本上不會再看到它 起上來去擋你的風景 就好像隔壁座 你基本上看不到 你可能去到露台 看下去才會看到 你如果在單位裡 可以繼續享受永久的景觀 下面不會擋到 你還可以觀察它們的工程進度 繼續 OK Oasis建築之後 對於我們這邊的業主有什麼好處 除了沒有工技之外 它有一個很漂亮的會所 Oasis Club 有什麼泳池、籃球場、電影房 跑步競 很多東西可以玩 所以是有好處的 再前面同期跟Oasis建築 大家看到現在這一堆 好像是倉庫之類的東西 到時Concord都會將它們 建成像Park公園一樣 有些類似隔壁 有些草地、綠化 整個地區在未來幾年 都會變化得更漂亮 而我們是樓層高 所以是不受影響 再說我們這個特色是什麼 如果大家記得 之前我們那個放租單位 那裡看到火箭標 Skyching的單位 Skyching聲音很重的單位 這一個放單位就沒有這個問題 因為我們是向南的 不是向北的 所以不會對著Skyching 就沒有什麼聲音 而且這次的露台 發展商是有做了更好的改善 你看到整個露台外 這個位除了很大 一放單位的露台也很大 之外它是鋪了磚 現在剛剛收樓 所以有很多東西未收樓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好像很髒 遲些都會清潔 然後除了露台鋪了磚之外 上面也有一些木紋的天花 這是一個風格 但其實它的材料也不是木 它只是紋 有兩盞燈和熱器 現在開了 已經感覺到熱氣在這裡 所以你坐在這個位置 或者在這邊放梳化位 就會很暖很舒服 都很暖 它好像是安全系數問題 它裡面這個開了之後 它自動30分鐘左右會關 你不用怕忘了開 用很多電 這個單位是一個房間 所以除了客飯廳有一個門 可以出入之外 主人房都可以在這邊出入 所以是兩個access 我們就進來單位看看 一房單位結構簡單 基本上一眼就看完了 沒有浪費位 門口在那邊進來 洗手間在右邊 然後這裡就是比較闊落的廚房位 一個L-shape的廚房 檯面空間之後 這邊是雪櫃 儲物空間 中間還有一個可以放餐桌的位置 發展商 同期可以裝了燈膽 之後大家可以製造吊燈 和泛海燈 雪櫃的話 都是24吋的 真的不是很大 大家住庫道也要 將就一下尺寸 下面是冰櫃 然後儲物空間 這裡單位都是很多 因為大家看到這些 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然後微波爐焗爐 放在一個比較容易 的位置 然後爐頭分開 那儲物空間的話 除了這邊 這裡裡面全部都是 包括這一組可以拉出來的架 然後到這裡全部都是櫃桶 所以其實這個單位的儲物空間 非常足夠 剛才的東西之前都分享過很多次 兩格櫃桶 上面下面一格大的 中間還有一個豉油櫃桶 這邊是洗碗截機 電器也是Bosch 剛剛說了濾露頭 抽油煙機 然後上面 最後全部都是儲物空間 樓底的話 因為是10Hand House的關係 所以我們的樓底是特別高一點 廚房這邊 都已經有8呎幾的樓底 出來客飯店會再高一點 9呎半左右的樓底 所以你會感覺好像空間上闊落一點 舒適一點 我們遲些 不知是上一條片還是下一條片 會分享另一個我們放租的單位 就是下面二十多樓 就沒有這種高樓底的感覺 剛剛回到儲物空間 洗手盆下面都是勵牌 有這些垃圾桶 還有這些可以拔出來的架 然後這邊還有兩組櫃桶 然後正對面這裡 就有一個open area 其實大家可以之後 裝一些櫃 因為它是一個書房 也很闊落 但放在床上就未必可以 可以嗎 都可以 單程床就跳進來 就當是一個書房或是充電位置 什麼跳進來 如果你放在床上 那你就這樣放在這個位置 因為你橫應該放不到 不知道 橫應該放不到 那也不用跳進去 那你的床去到這個位 你就會這樣跳進去 你可能這裡 你平常上床都跳進去 我的意思是你沒有辦法 隨便吧 這裡有儲物空間衣櫃 也是做了sensor lighting 打開了就會亮燈 這個放影上面有架 下面還有一架可以放鞋 這邊就是laundry condo size的bloomberg 這兩道門都可以開得很盡 不是很大 然後看看洗手間 洗手間就是打開門 轉右邊就是廁所 一房單位 他就沒有做到主人房廁所 基本上都是用這個洗手間 這些全部都是鏡櫃 之前也看過很多次 還有這個可以放大自己的樣子 下面這裡也有儲物空間 這張櫃桶也是可以拉出來的 然後也有一個給你擺 擦牙洗面杯 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後面有一個niche 都比較長 可以放一些洗手水護髮素 有一條通可以拉鍊 兩個handheld shower 不是的 這個不是handheld 可以在上面的 還有一個特色 也是因為是sapenthouse的單位 它是安裝了alarme system 其他下面的單位也是沒有的 要去到sapenthouse才有 然後燈光也有燈光 調光暗的 可以燈光下來的 主人房好像還沒看 主人房就進來 也是高樓底 然後也看了一些景觀 剛才有一個景觀 沒有跟大家分享的 也是太近 它是屬於中間景觀 很近的 剛剛說了Oasis那些 其實我們這裡看出去 都可以很清晰看到Bernabee Lake 有些湖景 軟軟地看 軟軟地 好了 然後之後 這邊也可以下鍊 然後 主人房的衣櫃 就是這裡 也是雙門衣櫃 它應該會有sensor lighting 但現在還沒裝好 我們也會跟進 到時候交樓會給大家 有sensor lighting 然後也有三格的櫃桶 另外這邊就是一樣 就是掛衣的位置 好 我們剛剛看的這個單位 這個單位是一房 一個書房 總室內面積是561呎 還未算外面 露台面積也有160呎 分開計算 大家給的Stratafee 只是 based on室內 Stratafee 大約300多元一個月 是有包到冷暖氣的使用 還有就是gas 還有熱水 這個單位還包了一個充電車位 是Level 2 而且車位的樓層非常理想 因為Concord Brownwood這個屋軟 其實是畫得很深的 那它車的Garage車房 車庫是可以去到地下的P8 而且它很多是半層 可能你轉兩圈才下一個P 所以我們的車位是P3的話 是比較近地面 就不用轉那麼多圈那麼辛苦 那跟大家將來都可以分享 其實它的車庫是有兩個出入口的 一個是P1 Low Heat 那你轉兩圈便可以去P3 另外是P3、P4都有一個出口 就是多神那邊出的 所以我們的位置就是無論你出哪邊都會很方便 那我們這個單位已經放了去MRS上出售 那是5408號的 那也是現在全部放售 所有的一房單位裡面 我們是最高的樓層 那大家有興趣的話 可以這個星期四月的六號和七號 星期六日兩點至四點過來看 Open House Carrier會在這裡 那另外如果你對其他一房單位 或者甚至兩房單位有興趣的話 都可以約Carrier來看 因為現在的確有很多選擇 給大家可以選擇